紅隊隊長謠言浩君和球 結束 很常能夠Strike 而且這一球是要加輔的機會 Strike 這邊李久哲 李久哲 李久哲其實也是第一次來練習保齡球 Strike 先了啦 喔呀 喔呀 他是第一次練保齡球喔 就為了我們的比賽專程訓練 對他非常穩扎穩打 其實剛開始有點卡在我的手 我就這個完蛋了 然後我就 Strike 忍哥加油 球與勝的比喻球 哇 七隻 這個也是有解 對 必須要打一號坪的 右邊一點 剛好可以打在三隻的 比較偏中間的位置 對 加油 對 保齡球滿分是300分 堅強 成功 謝謝 劉元浩是紅隊最強 而且他的球速跟力量都很大 所以他很常能夠Strike 而且這一球是要加分 一圈 Strike 拳到 拳到 啊 拳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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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了20分 藍隊現在急需一個Strike 你看他好嚴謹力很重 喔 比利盡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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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利你太帥了 比利 他真的是為藍隊打下了一個Strike 現在真的是強心針啊 比利 好 所以呢 第十格 藍隊的邱宇城 還有機會 兩個最強棒 有沒有Strike 有沒有 第十格 有沒有 滑 滑 七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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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真的到這個比賽場上 還是會有不一樣的心理壓力 是嗎 對 那我們期待邱宇城 解個SPAIR 解個SPAIR 可以 還有一球 還有一球 剛剛解到SPAIR 還有一球 這個球是要抓緊加分的機會 對 邱宇城 今天除了跳高之外 其他的項目 包括保齡球 到最後一個 真的是難分難解 都是很戲劇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這樣才好看 可惜了 七隻 七隻 所以多加了七分 所以現在 藍隊的總分出來了 藍隊的總分出來了 對 前面九格 紅隊是109分 所以第十格 姚元昊 只要打 五隻是平手 六隻就獲勝了 對 一球向對手說再見 就是說 千萬不要犯規 真的 龍哥 你這個 你這個時候講這個 會讓我們覺得 有點怕怕 姚元昊 姚元昊 我上一次是打一個 Stry拳導欸 對 他現在只要六隻 黃隊隊長 姚元昊 金可球 結束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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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 再見 Stry 再見 Stry 太多了 而且他還可以有機會 打海底雞 最後連接三個拳導 我們成為海底雞 高 個子很高 但重心擺得很低 低 六隻 六隻 也很棒 很棒 等一下 我們就要解開它 浩哥加油 好 好 我們不斷 太極密了 太極密了